呼 好难听个配音啊 听他打呼喽 耍了 现在我们要去野餐 我还带了一束花 这对老父子子长得比父还老 哦 待会呢我们就要去野餐 带上我们的宝宝 因为很久没有进行家庭聚会了 这个是我在晚上 网上买的野餐布 不要拍到我的脚 哇 有一种海河树的感觉 今天我打算带出我们家庭里面 容量最大 并且最轻薄的宝宝 因为我今天要在野外 采访一下那个NZ 所以专门买了一个麦克风 可以收声 对你的一个采访环节 你别忘了 嗯 就采访一下你爱不爱我之类的问题 这个毛怎么塞不进去 这个包包它有两层 可以看得到吗 这打开之后呢底下有一个化妆包 虽然是我一个人背 但是它却可以装着两个人的东西 还没吃就被它搞破了 包也要给你搞破 我的场景要被破坏了 搞破了好多个洞洞 这还能展示吗 这个包的上半层就是属于我的小天地了 麦克风 一个简单的手支 手支 手机支架 诶 两个女孩子单独出去野餐 多不安全 我们到我们的小保安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野餐道具 我只能太蠢了 我买的太小了 这根本压不住我们餐部的四个角 但是我怎么能奢望18块钱的东西能有多重呢 到时候这四只小玩意呢 它分别就会做正我们 餐部的四个小角 这包里面有非常多的隔层 为了让它每个隔层我都利用上 所以我准备把每一只保安放在不同的位置 保安一号我要放在 这一层 把它用拉链拿上 这样它就不见天日了 二号放这里 看到了吗 这边有两个洞 可以把我们 这个小兄弟的两只腿插进去 这里放一个身份证 这里放一串钥匙 所有东西呢 仿佛挤在一个空间里 又仿佛在这个空间里面被分隔开来 这个空间里面被分隔开 背上去重吗 很不重 背上去一点都不重 因为不是我背 哈哈哈哈哈哈 好看吗 还没给它展示 我这边就可以点 啊 残铺 哇 刚从地上捡起来了 虽然说这是一次家庭聚会 所以才带她出来演餐 其实是想在燕哥之前吃上一顿好的 太好了 我现在负责拍摄 就可以不用拎东西了 刚刚都要被累死了 其实很多人他们去野餐去会买一些 我觉得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吃的东西 所以这次想要进行的是比较节约的野餐 东西不要放太多 每一个都是要吃完的 嗯 他买了一些水果 我其实不喜欢吃水果 如果在大火买的呢 很多的话 那我就会去批评他 我们仔仔的衣服终于选好了 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 性别模糊一家人的野餐 因为我们的儿子他是一个蓝的 那时候我就给他选了粉色的小裙裙 我 我 红两万 自愿佩戴牵引绳 自愿的和两位爸爸去全游 我今天过得很开心 这衣服我也非常喜欢 一点也不困 一点也不困 一点都觉得很舒服 你对外面的男的女人产生了感情吗 也产生不了 那就好 我之前那种越看越顺眼 我天天看我就不越来越喜欢 我这种吗 小了 这些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带来的 好开心啊我们三个人能一起在这边快快乐乐的生活 好开心啊好开心 这个好像是甜性果汁 还不如选个红格子呢我觉得 是以我的眼光吗 好亮 最想在人的怀里待着是不是 没有我它失去安全感 看看吧 这就是我猫的代价 我要搓一个 再搓一个小两万出来 搓一个两万的迷宿 十斤 两万人头我们太配了 哇你这水果上都还有价格 太突了吧 诶 这不就是我们的麦片吗 我们带了两包水果麦片 一个是坚果的 一个是酸辣滚然多 滚然多 滚然多 哇这两个配色实在是太漂亮了 增加了我们今天的午餐感 我们绝对觉得是全场最优秀的野餐家庭 可能是全场唯一的野餐家庭 屁股好漂亮啊 观众们都想吃 好了好了好了 不去了 你不是要进去吗 你不是要钻到小洞里去吗 嗯 那置地先要开始自制酸奶了 我的麦片呢 等一下加 等一下 啊 哇它里边的果干好大好大呀 哇塞 对 给我吃一口 香嘴 嗯 果干好多的样子啊 口感好丰富啊 有 这词是跟谁写的啊 我觉得小学生说不出来这种词 哈哈 啊不行这口 冻干 嗯 嗯 还没吃到嘴里的开始 嗯 还点帽子摘一下 这边好好移驾 我也要吃了 带大家进入坚果的世界 啾 好了 全下了全下了 王宝宝应该请你去推销 保安还没放了 太美了这幅场景真的 太美了 弹幕啊快发起来说 美美美美美美 现在我们要吃整个餐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 就这个 好喜欢吃醋 啊 吃了一个那个我们的餐步 嗯 待会我们要进行一场反弹节目 在开始反弹节目之前呢 一人饮酒 一人饮果汁 我们给自己倒了一杯桃子气泡酒 一杯黄杏果汁 干杯 嗯 我们两个趴在地上 我拿着我最新购买的麦克风 对我的宝贝小孩进行一次 野外聚餐之中途插入的访谈 我想请问你 自从你上次 在电话里面和你妈出轨之后 你就什么都没跟我说 我想知道你心里到底在打啥算盘啊 我打算悄悄抛弃你了 跟我妈结婚 啊哈哈哈哈 行 你的第一个前任是在什么时候 我的初恋我忘了 我也把它谈了多久 除了你我对谁都没印象 嗯 嗯 儿子啊你怎么长这么老 好搞笑 因为他可以抓着书包 你俩要不要这么搞笑 哇灯鼻子上脸了 灯鼻子上脸了 灯鼻子上脸了 你就像那个街头卖艺的小艺人 然后他就是你的猴 你就靠他吃饭 哎呦 没事没事没事 这什么姿势啊我看 哎呀摸你哪啊 摸我哪啊 小学生 小学生活的小兄弟 小学生活的小兄弟 小学生旅行 你怎么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